大家好,我是銀繪 這一次我們的試駕方式跟以往不太一樣 我們參加的是一個駕訓營 原來是提供給第一線的業務代表來參加跟受訓的 但是裡頭包含了哪些項目還有哪些課程 我們請Camille幫我們介紹一下 OK,大家好,我是台灣民視的公關Camille 今天很開心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台中 基本上這樣的課程本來是介紹給 不是介紹,我可以回待 好,回待 本來這樣子的課程是讓第一線的業務同仁受訓使用 我們特地沿用這樣的場地 規劃了媒體的場次 所以在媒體的場次 會體驗到很多的東西 包含了我們的G63 Offroad G63大家都知道它是地表最強悍的SUV GLE GLE的輕度越野 GLE的E Active Body Control 就是我們俗稱的跳跳車 再來是包括我們的Mercedes AMG 53家族 它有一些繞錐以及onroad protection 在這次訓練營的關卡裡頭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就是要體驗這種比較大馬力的車子呢 它在過彎的時候細微的駕成樂趣 而在繞錐的這個關卡呢 它是把這個錐跟錐的距離 從圓程標準的16公尺 設計縮短到14公尺 所以在闖關的過程中呢 你就可以體驗到真正操控門的情況 成為了10公尺 Cover車 到處理 駕上車 B-15公尺 A-7 T-5公尺 Cover車 Cover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次参加的驾讯营呢 有比较多是为SUV设计的 所以它有很多offroad的关卡 但是呢因为这个修理车开起来呢 视野虽然比较高 但是也比较容易有感觉晃一点 所以就需要悬吊系统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悬吊要怎么用呢 我们有请教练欧马 脱困模式就是弹跳车 调整个别车轮 这是依照车主的自由意志 直接及时调整每一个车轮的高低 实际的应用概念是 最高跟最低差不多相差12公分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车主的要求 调整每一个车轮的高低位置 让它可以在经过每一个崎岖路面的时候 每个轮胎都有机会接触到地面 产生循迹性 我们现在开始弹跳 第一个动作是我们把沙子压紧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透过车轮重量的改变 一轻一重 一轻一重 它的循迹性会出现 只差在你给它一个纵向的加速度 车子就出去了 不 不 好 所以你在心意计划区域 你在任何地方 你可以按下脱棍模式 直接按下开始 搭配你的音乐 我们这次来到的地方呢 就是台中的素艺赛车场 它的前身就是著名的雅各花园 不过因为它荒废的有一点久 所以现场其实小黑纹还蛮多的 所以主办单位呢 还帮我们准备了袖套以及防蚊液 所以呢 这一次训练营的活动呢 就在一边练车跟一边赶蚊子的状况下 我们完成任务啰 不过也别忘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也要记得订阅我们的官方YouTube频道 以及到FB按赞跟留言分享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